- 慶子娛樂台 - 興子娛樂台 -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キョコカフェ ようこそ Hi 大家好 我是Haru 興子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日本的超市 大家來日本玩的時候 喜歡去逛超市嗎? 除了一般的超市之外 現在大家都很聰明 會跑去那個業務用超市去買那個超便宜的商品 那如果你有來大阪的話 你應該有聽過大阪有一個叫做基安超市 它的名字叫做御出超市 御出超市真的是很便宜 它那個標示讓你覺得說太便宜了 這怎麼可能? 它的價格除了便宜之外 它還會推出一日元商品 什麼還有一日元商品真的是太神奇了 只要你消費買一千日元 就可以花一日元去買到那個特別的商品 比方說剛剛興子就去採買啦 然後這一盒當興子最愛吃的絕餅 就是用一日元買到的 大家相信嗎?一日元欸 一日元喔!比台幣還便宜 台幣只要三毛欸 等於就是送給你啦 對不對 是不是很夠意思呢? 它的價格真的是超便宜的 看到價錢呢 保證會讓你嚇到吃熟熟 保證會讓你嚇到吃熟熟 好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看看啊 剛剛興子在Youtube超市買到了哪些一百日元好吃的小菜吧 首先這個就是大家最愛吃的Koroke 就是可樂餅喔 這一盒呢 裡面有兩個還蠻大的喔 然後它的餡裡面呢 是有包那個碎牛肉 再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就是興子最愛吃的一個小菜喔 然後也是下酒菜 喝啤酒的時候呢 是守不了它喔 那就是這個當毛豆 你看這麼大盒才一百塊日元欸 好大一盒喔 都跟我臉一樣大了 這一盒呢 就是Oden 很道地的那個日式口味的黑輪喔 那裡面就是有那個滷蛋啊 還有就是蒟蒻 竹輪 這個拿下酒也是超讚的喔 好 那再來呢 這個就是花椰菜雞蛋沙拉喔 就是它用那個美乃滷下去把它拌過喔 有點像涼拌小菜 這個超好吃的 如果你買這個啊 再去買吐司啊 就可以自己做三明治囉 然後頂接的這一盒呢 我覺得真的是太超值了 為什麼 因為一百日元呢 竟然就可以買到這個炸花之塊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九塊欸 好便宜喔 有沒有很心動啊 然後接下來這個呢 我覺得好特別喔 因為它是雞肉做的叉燒肉喔 吃起來應該就是比較就是不會那麼油膩 雞肉做的叉燒肉喔 想吃嗎 嘿嘿嘿嘿 接下來這個呢 如果拿出來大家另外說 我要吃 食べたい 就是這個 オムレス オムレス呢 是蛋包飯嘛 那オムレス呢 就是只有蛋而已 並沒有飯在裡面 然後它後面還有那個生菜沙拉 這個也只要一百日元喔 接下來這一道呢 是我的菜喔 因為我很喜歡吃豆腐 就是有一點厚度的那個煎豆腐喔 兩大塊 好大喔 你看 跟手指一樣長欸 這個呢 形狀很可愛 是有一點像那種 是魷魚的形狀吧 大家有看過這個嗎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台式的天賦羅天不落喔 大家想不想吃這個呢 先來吃這個 炸花枝塊 這個 喔 好香喔 它外面那層皮啊 就是炸的酥酥的 然後因為它有淋上一層就是 甜甜的醬啊 所以吃起來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爽口 然後裡面的花枝肉呢 是很有彈性的喔 好吃喔 然後再來吃這個 雞肉做的叉燒 嗯 好吃欸 這個配白飯一定很讚喔 雞肉叉燒來囉 再來就是我很愛吃的這個 炸豆腐 好厚喔 上面還有耍那個柴魚跟蔥花 一整個好和風 很厚喔 喬起來就是軟軟的QQ的 好好吃喔 再來呢 就是這個 煎蛋卷 好吃喔 大家都不想睁開眼睛了 嘿 我最愛的花椰菜沙拉來了 好好吃喔 大家知道杏子有另外一個小名叫做毛豆公主嗎 因為我常愛吃毛豆的 日本的毛豆都是鹽味居多 所以我好愛吃 因為吃起來很清爽 然後它的皮不會有加一些什麼調味料在上面 所以吃起來就是很順口 毛豆一盒一板燃燃喔 接下來是這一盒 剛剛有介紹過就是形狀超可愛的 吃起來口感就是很像是台式的那個甜不辣喔 它裡面還有紅蘿蔔 就真的很像是火鍋料那種甜不辣 好吃耶 哇 要來吃可樂餅了 裏面真的有包那個碎碎的那個牛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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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鈴薯好香喔 兩個才100日圓 所以一個是日幣50日圓 等於台幣的15塊吧 等於台幣的15塊吧 好便宜喔 好便宜 真的是太佛心了 他們到底賺什麼啊 他們到底賺什麼啊 好 再來是這個Oden 本來有附一包小小的芥末啊 可是我現在找不到 直接這樣吃好了 吃吃看他們的滷蛋味道怎麼樣 淡淡的 香香的 不會很鹹啊 我最愛的竹輪來了 這個可以想像出 他是在那個湯頭裡面 睡了非常的久 哈哈哈 竹輪小姐已經無力了 再來吃這個 三角形的蒟蒻 超可愛 滷得非常入味 其實根本不用什麼沾醬 就超好吃 不知道為什麼 吃了這個時候呢 好想喝清酒喔 那句不是常常會演 就是有個黑輪的那種小攤販啊 男女主角就會坐在那邊 一邊喝酒啦 一邊吃的那個熱騰騰的 Oden 就是這個喔 Oden 100日圓 好 剛才為大家介紹的 這9種小菜呢 每一樣呢 都是100日圓喔 有沒有超便宜 其實啊我今天在現場呢 還看到一個讓我非常驚嚇的價格耶 菠蘿麵包一個竟然只賣43日圓喔 如果在便宜商店買的話呢 至少也要100日圓 他竟然就是半價 所以我忍不住也買了一個 就是很普通的菠蘿麵包 沒有什麼瑕疵 也沒有過期 很便宜對吧 接下來呢 我要開始來享受 一人絕餅時光喔 如果大家有來大阪玩的話 記得你要去哪裡 對 要去育出超市挖寶喔 掰掰 掰掰 感謝收看 歡迎訂閱杏子頻道喔